广东人擅长食料 用猪肚银杏煲汤 再加入腐竹 在干燥的秋冬季食用 不无而不燥 蒸排骨 蒸水蛋 或与瓜类同炒 银杏既能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 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清爽 银杏煮鸭是当地的传统做法 本地鸭子炒至金黄 与银杏同炒 银杏去除肉的油脂香而不腻 银杏双色东兴斑 把鱼肉片开摆盘 一半淋上黄辣椒 鱼肉便有了两种 截然不同的味道 既能吃出鱼的鲜甜 又能刺激味蕾 胃口大开 最出名且烤厨艺的 是工序极为复杂的香芋扣肉 新鲜的五花肉 炖煮一个小时 直至油脂去除 肉质软烂 在肉皮上扎出小孔 抹上蜜糖和酱油 油炸时 肉皮上的小孔能锁住空气 使表皮焦脆 烙起后切成厚度均匀的肉片 油炸至熟吐的芋头 表面金黄焦脆 不易折断 和五花肉依次相间码入盘中 喂的是让两者的味道互相渗透 放入锅中蒸一个小时 蒸透后 复扣在另一个盘中 一盘井然有序的香芋扣肉 才大功告成 天气极短 起初便要进行加工 蒸熟后的李云子 如同菜侠 李云子吃的是一个仙字 要将仙甜最大限度的发挥 与之搭配的食材 需要质地柔软 味道清淡 豆腐鸡蛋 便是李云子最经典的搭配 李云子炒肉皮 通过焖煮 肉皮完全吸收 李云子的咸鲜 颗粒状的李云子附着在右皮上 可以照顾到每一颗味蕾 其味道似蟹黄 却胜过蟹黄 陈叔常用美食招待朋友 彭琪也是攀鱼人爱吃的美味 直接用水煮熟的彭琪 用最纯粹的鲜味 唤醒沉睡一冬的黄麻袋 过水是烹饪过程中 最关键的步骤 开水加盐 倒入麻叶煮开 便可去除苦涩味 而这个过程 本地人也称为咸酒 增咸去水后冷藏起来 需要时拿出来解冻 可以常年食用 这也是本地独有的做法 潮汕人擅烹饪 简单的青菜融合吃出美味 配角十分重要 麻叶富含纤维 虽然助消化 吃多了却容易饿 所以本地人会用猪油来炒麻叶 快熟的时候 再加入普宁豆瓣酱翻炒 麻叶翠绿转为暗绿 就可以出炉了 而姚振葵却喜欢将麻叶与海鲜同煮 麻叶的干与海鲜的甜互相渗透 煮出来的汤水 味道更富有层次 海石花干 能制作一斤海石花洞 熬煮也有秘诀 除了不断搅拌 一点点拿捏到位的白醋 既能去腥 还能让口感发生质的变化 煮熔成椒 需要三个小时 海石花熬制出来的清汤 用纱布绿扎后 装进一个个碗里 经过几个小时的冷却 自然凝固后 形成褶梨状 这时候的石花干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个晶莹的果冻 透亮清澈 富有弹性 为了让口味更丰富 何桂蓉买来水果加入其中 自创的水果海石花 总能吸引小朋友 本地人最深藏记忆的吃法 是用小工具抽成一条条粉丝厚 加上糖水 一碗清热解暑 又富含胶原蛋白的海石花 就做成了 柚子还没熟透 略带苦涩 储藏十天之后味道更佳 而柚皮富含水分 这时用来入菜最好不过 剥开果皮 表面的油包裂开 会有强烈的辛辣香气 许多人因为柚皮的苦涩 往而却步 林林妹有自喜的除味儿窍门 柚子去除硬皮后 切成薄片 放入水中煮开 待其吸水涨发后 放入冷水浸泡半天 挤出苦水就可以烹饪了 遍布通气口的柚皮 善于吸附其他食材的味道 柚皮鸭汤 汤清无油脂 特别适合秋日使用 与鸡肉香菇火腿摆盘同征 既有鸡肉的鲜美 又有火腿的咸香 林立妹家最喜欢的做法 是柚皮炒五花肉 五花肉炒香后 倒入炙好的柚皮 柚皮最能化解油腻 很燃热 薄咸香菇 薄菇 蒜香菇 大蒜香菇 欣然饭 小蒜香菇 吃得出어서 利用松 holy 小蒜香菇